不要排碳 然後我就喊一句 大家跟著喊一句 我們要排雲 我們要排雲 不要排碳 不要排碳 我們要排雲 我們要排雲 不要排碳 不要排碳 我們要排雲 我們要排雲 不要排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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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媒體朋友 跟各位團體的朋友 我們今天來到那個 內政部營業署這邊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得到消息就是 我們的預管處 最多可能要花兩億元 最多啦 要花兩億元 拉電線到排雲山莊 那環保團體認為說 這個行為是 破壞生態 而且是沒有必要的 那其實 就是從以 我們今天有一個 太陽能咖啡車的示範 就是說 用太陽能 一片的太陽能板呢 就可以驅動 其實蠻耗電的咖啡機 那以我們的主張是說 以綠能來取代 用足夠的綠能跟節能 跟儲能的技術呢 其實 比較省錢 而且也比較環保 而且對台灣的形象也好 那也可以省掉這些工程的破壞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現在 非常不能夠理解 就是為什麼我們政府會做出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用比較多的錢 然後用會比較破壞生態的方式 然後 要去執行這個政策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有來 我還記得會的團體 有華寶聯盟 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 滿野新竹生態協會 台灣水晶園保衛聯盟 地球公民基金會 台灣綠島公民國會監督聯盟 還有一些資源來的 登山界的朋友這樣 好 那我們先 請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 高如平來講 好 大家好 其實我們看到這一次 那個玉山 玉山管理處 這樣的決議 真的是覺得挺傻眼的 不過我們也因為這樣子 才發現到 其實現在非常多的國家 都是在這個三千多公尺的 這個高山上面 進行實驗跟盤點 去瞭解說 原來在三千多公尺的高山上面 是非常適合太陽能的發電 因為它有高的輻射 然後另外它也有非常低的 這個遮蔽的這種的特點 所以從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 試一些主題 包括是像 喜馬拉雅山 然後瑞士的少女峰 德國最高峰的楚谷峰 這些國家都是因為 再生能源 它有對這個環境非常友善 是這樣的特點 另外呢 我們也覺得 我們這個國家公園 玉山 其實是 號稱我們 全國最高海拔的教育 環境教育的這個 示範的這個場所 那這個 示範教育的場所 以這樣子 花兩億的這個 的經費 然後用這種 傳統的這個電力的來源 我們實在不知道 它的這個思維是什麼 為什麼不趁在這個時候 用更少的這個資源 去發展更好的 再生能源的這種 可能的結合太陽能 然後風力發電 水力發電 以及儲能的這個設備 去替代原來的這種 舊的這種 傳統的這個電力 我們其實在這邊 也是鄭重的這個呼籲 玉山管理處 在今天晚上的開的這個 說明會之前 能夠趕快去撤回 這樣子的決定 補充一點就是 其實以玉山 玉山的自己的那個統計 他們大概 爬原山莊一天 需要耗電37度 那37度 只要用10k瓦的系統 就可以來滿足 37度的那個用電量 那10k瓦的系統 大概裝自己來 大概 在平地大概是100萬 那假設我們擔心山上天氣不好 那頂多再裝一倍啊 用20k瓦的加儲能系統 其實 所花的經費 還是遠遠的 比現在規劃的那個 兩億 或是1500萬的這些 那個規劃案 還要節省啊 那另外還可以 再向全世界來去推廣 說我們台灣的 節能跟儲能的基礎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必要 是不需要搞這種事情 好那我們請那個 賴芬蘭 我們都覺得 我們的玉山很高 那 在阿爾本13 就是歐洲 阿爾本13 它更高 它在 全世界最高的一個 太陽能量 在阿爾本13上 是高在3800多公尺的地方 那個地方 有170平方公尺的太陽能板 它供應每年3萬7千度的電 所以它那個地方 不只是供應他們的餐廳旅館 甚至供應他們的那個 冬天用的那個滑雪奶車 這些等等 那其他比較低的地方 280 2883公尺的地方 就是羅莎峰那個地方 有一個全世界各地 非常 就是這些登山客都非常想去看的 它那個地方就是完全用太陽能 然後還有那個節能 還有這個能源效益 產生的一個物質 那 在整個阿爾卑斯山上 他們都非常的講究現在 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 所以他們的再生能源的推動 是非常的強烈 甚至他們會覺得說 特別是在高山那個地方 在特洋那個地方 他們覺得說完全用能源自給自足的方式 是非常的合適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在網路上 用英文也好 用德文也好 隨便一找 就說再生能源在高山 你就可以找到一大堆的資訊 所以我不太清楚 我們在台灣 為什麼要在那麼高的地方 要花那麼多的錢 破壞生態 然後排碳等等等等 那我們可以借助其他國家 然後再做一次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請代表綠島的中遠 各位媒體系的朋友大家好 我代表台灣綠島 那我想其實台灣綠島主張 用電鈴成長 其實在我們目前台灣的整體 對於電力的想像當中 其實都還是怎樣 電力的設施而為主 那回過頭來 在玉山的山頂上需要什麼樣的電力設施 這件事情是應該回頭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次 林建署這個地方提出的一些想像 包括這些緊急醫療的東西 或者是現有的用電 他們覺得說可以增加 譬如說一金一木燈等等之類的東西 其實在我們未來要規劃當中 在玉山排運山莊內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設施 其實這件事情是應該要認真來討論的 那現有很多節能節電的措施 能不能在山頂上面產生 同時又用我們現有的這個 電色能源的資源 來使得玉山山頂上面 電力在一個不足以 在電力足夠的情況下 來做一些負擔 那同時其實在任何的電力設施 增加的過程當中 在任何電力設施增加的過程當中 其實最大對環境的擾動 增設 電纜線等等的工程 不管是你接下來要拉纜 甚至是要拉一些電台 所有對於生態擾動當中 很多的施工便道的修竹 還有很多電纜線的過程當中 其實對於環境的擾動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們都知道其實玉山這個地方 所吸引人的 絕對不會是因為那邊上面 有充足的電力 可以做SPA 可以開KTV 而是在玉山上面 擁有最自然的環境 有蟲鳴鳥叫 有不同的環境 所以帶來給大家的震撼 所以在山上面 我們需要這麼多電力 同時要修足更多的電纜線 增加對於環境的擾動跟破壞 我認為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所以我們主張在這個排雲山中 不應該再增設任何的電纜線 跟任何的用電設施 謝謝 好 那再補充就是說 預管處他們用那個醫療的這個理由 來說要用電 其實我們可以從一些很多數據 可以就已經知道說 用綠能加除能電池 其實夠足夠我們的醫療用電 像那個氧氣製造機 大概一台只要500瓦 然後那個AED那種 新式除占器 那個一台甚至都有裝電池 就可以去使用的 所以現在用醫療的這個理由來做 需要試射染染染上山也是相當奇怪 好 那我們請那個滿野新竹 先鋒魚律師 各位民主席大家好 我是台灣滿野新竹 聖誕會民主長 先鋒魚律師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玉山是一個得整形的地方 尤其在國家公園裡面 它也化設了所謂的一個生態保護區 那依照生態保護區 依照我們國家公園法的規定 它是為了什麼 為了保護這個生物的多樣性 以及要提供這樣的一個 我們這個自然環境的研究 所以它必須要嚴格的限制它的一個使用 除非是為了這兩個目的以外 那在等級的這個工學術研究 或者是公共安全的部分 它才可以來去做一些非常低限度的開發 那對於他們要拉電纜線這件事情 是不是一個符合這樣的原本設定 使用例外的一個規定 其實是值得去存疑的 那為了說讓人家供電洗澡 這是學術研究嗎 這有公共安全嗎 其實是值得移錄 那不曉得我們營建署在這邊 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那這樣的一個 冒然就決定要來在上面 設置這樣的一個電纜線的話 會不會我膽這樣的規定 那另外 其實大概在排位山莊附近 它大概就是屬於蠻多的 我們地質法說的這個 這個地質敏感區 它是屬於山峰跟地滑的一個地質敏感區 那附近大家可以看到 只要是那個棕色的部分 都是屬於這樣的一個 山峰避滑的敏感區 那它要在上面施工的話 它必須要面臨很多的一個考驗 而且要考量到說 是不是會造成這樣一個山峰避滑的現象 那既然有這麼多的困難 有違反法令的一個可能性的時候 為什麼不要用綠能 或者是用相關的一個 儲電設施的一個 改變的方法 就可以來 就可以來 足夠來做這樣的一個使用 就不用再涉及到有些 可能違反國家公園法 或是要依照地質法 做很多一個專探 甚至還會有造成一定風險的可能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營業所在這邊 可以再善加考慮一下 謝謝 當全世界的潮流都往保留生態 都往潔能的方向走的時候 我們如果假設 各位試試想一下 問小學生就好 我們要從山下拉一條電纜到山上去 哪一個學生 哪一個我們國小的學生 會覺得這是一個聰明的舉動 我在想我們不要再嘲笑 我們的政府的反智慧 或者是低能 我想我們不要這樣說 但是由讓小孩子來做檢視的時候 我想他都不會這樣做 那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不自的舉動 我希望政府能夠勝施 而且我們要提供下一代教育 是一個聰明的教育 而不是一個反潮流 反時代 甚至反智慧的一個教育 我們請那個水資源保衛聯盟聯力與圖論 那他會從全國氣力計劃的這個部分來分析 各位好 我必須講一句說 其實好山不一定要去破壞它 常常有人用一句開玩笑的話說 好山好水好無聊 事實上我們會去親近山林的人 就是喜歡那一個好山好水 甚至不在乎好無聊這一句話 所以呢 我現在站在以 我是台灣水資源保衛聯盟 站在全國區域計劃法 他們營建署自己訂的 在營建署自己訂的時候呢 江葵前任的行政院長自己說了 這些高山的話呢 必須是緊急的需要的措施的時候 才可以再去動了 也就是說高山的設施呢 公共設施呢 你現在連開路都不應該再去開了 你今天用一個這個所謂的 呼吸器的這個需要 就像剛剛秉昆講的 呼吸器現在都有攜帶式的啦 你不能夠說因為這樣 然後來破壞你自己 全國區域計劃法自己說的 這些高山 除了緊急的需要的設施 才要去做吧 現在玉山已經 它這麼沉浸之下 你要去把它擾動 這時候呢 就是更嚴重的緊急的設施 到時候 是不是要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我們很擔心說 這樣的做下去以後呢 後面的奢法的設施 會一直出現 不希望說 破壞我們台灣的最好的一個高山 更何況你 玉山曾經是入圍過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雖然是入圍 至少入圍就是一個榮譽 你不要再去破壞它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請地球公明 潘正正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剛剛 滿野新族的謝律師也提到過了 玉山這一邊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地質敏感區 處在大規模崩塌的潛市區 而且大家知道 玉山它的地質 其實是以滿岩 變質砂岩 還有應葉岩為主的 是非常容易崩塌的 今天我們國家公園 作為一個環境教育的中心 而且是在我們的聖山 原本原住民的聖山裡面 他們居然敢敢 期待以電線感的方式 或者是說買管的方式 拉電纜 直接讓試電上山 這樣子 當初你在設立這個國家公園的時候 沒有經過原住民族的統一 今天然後你把它收歸國有 國家來管理之後 你承諾給大家的是 你要作為一個環境教育保護的先鋒 可是你今天做出來到底是什麼樣的示範 而且 再來 還有我們講到說什麼國際化 現在國際化的山屋 應該是以綠能為一個表率 哪有哪一個國家現在在建的一個 國家公園內的山屋 然後居然還是要在地質敏感區 拉電纜上山 我們在這裡必須要嚴正的譴責 玉山國家公園 這樣子的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然後 尤其是你在地質敏感區進行開發 但是他居然可以規避環評 因為在我們的環評 環評法相關的規定裡面 以書店設施 如果他是在國家公園範圍內 然後經過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同意 他其實是不用經過環評的 大家認為這樣子合理嗎 我今天必須要呼籲營建署 然後還有國家公園管理單位 你今天你在過去以威權時代的方式 硬生生的把這個範圍化為國家公園 然後由國家來承諾要做合理的管理跟保育的時候 你就不能再以自己的身份 然後率先做出破壞國家公園 境內環境的這些行為 蔡先生然後洪林來委員 然後趁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太陽能咖啡機 那個開始開動 然後等下講完就可以喝咖啡 那其實就是預管出說 要另外一個理由是公餐 我們就來示範其實 像煮咖啡是比較耗電的 煮咖啡是比較耗電的 但是其實透過一定的那個設備跟管理 只要小小的一片太陽能板 其實還是可以達到這個功效啦 所以其實預管住其實可以 用其他的綠能的方法 都比現在的方案省錢啦 所以其實不太需要 我們請那個登山谷吉站的那個 蔡集圍先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小滴是代表那個登山谷吉站在這邊做發言 那因為在場今天到的那個單位 都是一些所謂環保團體 或是跟一些環境議題比較相關的單位 那我們是以一個跟登山 登山活動比較有關係的單位來做一個發言 那這個排雲山莊簽電的事情 就是在上個禮拜那個媒體上面做發言 其實我們也在我們的網站 在我們的社群上面 也做有做相關的揭露 那基本上我們收到的 不管是在網站或是在社群上 FB上面 就是收到山友相關的回應 基本上都是一面倒的反應 那就是都是一面倒的反對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不曉得說就是 就是上禮拜那個新聞稿出來說 那個山友一次就是 絕大多數贊同的那個 那個民意基礎到底是在哪裡 那如果說我是建議希望說 如果說將來萬一真的是要 就在可行性評估這個 這個在這個可行性評估的那個中間 一定要把那個山友民意的那個基礎 就是確定清楚的調查出來 然後把它納進來這個整合 那以我們在登山人的角度來講 就是其實爬山不需要這麼豪華 不需要這麼奢華 我們要去山上 我們要享受的是這個自然的環境 我們不希望看到它裡面 是五光石設施 是燈火通明的 那當然我們會需要一些 基本安全的設施 我們會需要一些 可以讓大家比較方便使用的一些設施 可是以它的那個 以它的那個使用需求 或者就使用規模來說 我想是不需要用到這麼大規模 這麼大 這麼大程度的破壞 可以發展 謝謝大家 我覺得我對營建署非常失望是 我們營建署請你長近一點 有一點新的智慧更高 跟知識好不好 我們今天這個議題根本就是一個 亂七八糟的一個建設的議題 我舉一個最簡單例子 我們的這個排名山莊旁邊 請問有一個政府很重要的單位叫什麼 叫玉山觀測站 請我們的官員爬過去看看 玉山觀測站是怎麼樣在那邊生活的 他這數十年來怎麼樣在那邊 可以活下來 可以做重要的環境氣象的監測 現在我們的玉山的觀測站 基本上都可以自給自足的來供電 難道我們的銀建署 我們的政府不同部門 技術能力跟智慧有差這麼多嗎 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銀建署 請你用一些新的方法 不要再去破壞環境了 我們過去一直詬病的部分是 這個以銀建署為主導 我們的國家公園的體系 根本就是一個以開發為主導的一個 國家公園發展體系 我們現在的政府在照 基本上沒有解決這樣的問題 從這個案子明顯看到了 銀建署還是在做銀建的方式來思維 保護我們的自然之長 我認為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如果銀建署官員在這樣子 我們就請他們下台 拜託 歡迎一些有自然概念的這些人 在做這些事情 甚至我也不免懷疑 這個可能用Crosser說吧 我們猜想現在上面要設電源 根本就不是為了餐飲 也不是為了醫療 大概就是現在智慧型手機 非常的發達 我們政府所有的部門 拼命都在設這個智慧型手機的插電口 我們知道最後的目的是不是 為了讓大家可以快樂的 在排雲山莊滑手機 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最後可能 未來會看到的狀況 就是一堆人坐在門口 坐在前庭 然後快樂的滑手機 這是我們銀建署 要給我們看到的 大家去親近台灣最重要的聖山嗎 我覺得非常的荒謬 請銀建署加把技能 提升你們的技術科學的技能 謝謝 再補充紅領的啦 就是就算是用現在的電 就是就算是用現在的電 好好的用綠能也可以滑手機啦 就是 對 我現在是搞不好 百事不得其解 為什麼會 一個規劃 好 那我們請看一個公委員 剛剛組長有過來跟我打招呼 那國家公園組的組長說 這只是一個規劃案 我說連規劃案都不應該 我們根本不應該花這個規劃費 為什麼呢 我們台灣可是綠能大國 我們的太陽能板好到可以賣到德國去 我是不知道現在裝在海洋山莊的太陽能板 到底是哪個台灣製的 到底是哪家廠商 它的發電功率到底如何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我們公家機關都是最低標 那我現在只是不懂 因為呢 如果說你怕天氣不好 我們還可以裝上台灣非常有名的 那我用一個不斷外銷的小型風力發電機 我相信電一定夠用的 因為我去爬過玉山 那實際上住在排雲山莊 只要這個都是早上半夜兩點就要起床 他要這樣子按出門 然後去看日出 哪裡需要說什麼夜生活 然後擔心店不夠 因為有人投書說 現在排雲山莊呢 他們有什麼外包的餐廳 那我真的就不懂了 在高山上需要什麼外包的餐廳嗎 是不是就是問你那個餐廳有 從塔塔家拉8公里半的電線到排雲山莊 我們是要像在高山上向世界炫富嗎 還是說要向這個世界證明說 排陣困難的問題 無法了解 那劉俊俊昨天也在他的臉書上 照片就是安地斯山的這個高山上的小學 他們用太陽能板 白天這個上課完全都沒有問題 就是這個 對 就是這張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 喂喂 我看不是 接觸的問題 這個環猛的麥克蘭 操勞厚度 哈哈 哈哈哈哈 先錢 先錢 好 好 你們在這 每天的頭上的苦肉錢 萬錢給你們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呢 我們台灣如果真的是花兩億 拉8公里半的電線到排雲山莊 那才是國際的笑話 因為20年前我到美國去的時候 美國的環保團體就給我看了 他們在高山上 在南美洲的安地斯山上面 在非洲 這個沙漠的這個 部落裡面 他們就已經開始有太陽能板了 不需要拉電線 大家想一想 拉了這些昂貴的電線 而且我們台灣一年會來多少颱風啊 它線斷掉的時候 那個維護會 那是天價啊 那是以後不斷不斷的前坑 所以今天 國家公園會有這樣的規劃 就表示說 它根本就違反了 國際的國家公園 經營國家公園的一個原則跟價值 大家想一想 八公里半的這些電線桿 對玉山的景觀是個多麼大的破壞 對玉山的生態是個多麼大的破壞 這個花錢 而且呢造成破壞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誰的點子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說今天晚上 根本連說明會都不應該開 就直接把這個計畫停掉了吧 請組長過來一下我們那個環保團體 民間團體要這個 送那個意見書 那就請高如平 就麻煩你回應一下 我想玉山國家公園這個排泄山莊 只是因為當然 國內也有些登山的人士 跟外國的登山的人士 有反應這個需求 那我們呢 只是說回應大家的建議 我們做一個規劃 那規劃呢 現在的三個方案 其中一個也是綠能的 也是講 就是用太陽能跟風力發電 所以我們只是規劃一個 看看有沒有一個方法 可以來解決這個 當然要國內大家都有共識 覺得這樣子可行的 大家覺得有這個需要 我們才會實施 所以我們也沒有編任何的經費 說要去做這個工程 只是在規劃接待 只是這樣子而已 組長可以請問那多少人 馬上就會啟動你們規劃的機制 我們對國家公園很多案子 是不滿意的 為什麼有人打個電話你就規劃 我們現在講的是開放政府公民參與 哪些公民參與 我想登山各陸陸續續也有人建議 那有時候發生散難的時候 大家也會講說 你這個需要穩定的電力 像大家知道 當然可以用腳踩的 但是真的緊急的時候 假如有電的話 當然這是要大家就覺得 有共識才會實施 我想這個 因為多元的社會 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當然我們都尊重了 我想這個一定要大家在我公司覺得可行 才會來實行 所以我只是想問說 多少人會啟動你們開今天晚上的會議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議題想要請你們啟動 今天晚上的會議只是說明會 對 多少人會啟動說明會 不是 說明會是我們想說北中南分三場 來收集大家的意見 那更多 為什麼多少人會啟動北中南三場 錢太多嗎 我們政府錢太多嗎 我們的規劃要讓大家 因為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你剛剛說啟動是因為有人打電話 外國登山客反應 所以我們想知道多少人會啟動 你北中南東的收集會 就是歷年來大家有反應 我想銀建署會做最快 只是回憶大家的意見 這樣子 那如果你在山上在平地上開 這個太緊張了 不要講幾話 我覺得大家只是規劃 那個組長 其實就是說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有甚至都幫你們精算過了 就是用好好的用儲能設備 跟綠能設備 其實連高山綠角都沒有問題 現在分到三個 有一個也是 對 所以是希望不要再做那個很奇怪 而且更便宜 那這個是 那樣能煮的咖啡 希望組長加油 先停 OK 沒關心 我們等一下會後 我們等一下會後會很難 我們也建議一下 建議一下組長 因為這個 是我們國家公園的這個管理機構 那也提供組長一個訊息 就是在24號的時候 那日本的這個國家公園 他們就全面的啟動去盤點一下 他們日本所有的這個國家公園裡面 因為他們有這個天然資源 非常豐富的這種特別的條件 所以就盤點一下 在這一些的天然資源裡面去 提供再生能源的可能性 所以我也建議 未來就是如果剛才組長說 希望能夠以綠能也是這個選項之一 所以也請前期 用這樣的 他比較喜歡 會扣化環境的方式 去盤點一下 我們這些的這個自然環境 用綠能的可能性 那我們記得會就像他這一集 如果有問題就多的那個問題 最後結束之前再喊一下口號 1 2 3 我們要排雲 好來我們 喊一下口號 不要排碳 要排雲 不要排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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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好謝謝 再一次喔 OK再一次喔 來要排雲 不要排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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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排雲 不要排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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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排碳 就是但是 要排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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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排碳 人進會 不要排碳 我們會演出 要排碳 這種 的